为了确保罗佛巴西古当空气污染事件不再重演 环境部长杨美银透露 当局已经采取了七大措施 其中包括政府耗资252万令吉 在当地安装25台空气污染物质检测站 并透过及时警报系统迅速发出警告和采取行动 杨美银透露 目前当局已经安装了23个空气污染物质检测站 其余的两个预计会在月底完成安装 此外由于即时警报系统需要花三个月进行基准校对 遇到这套系统在2020年第二季运作 届时巴西古当将成为全马首个拥有即时警报系统的工业区 杨美银今天下午在柔佛州政府大厦礼堂召开记者会时这么表示 他透露内阁已经批准1770万令吉 采取七大措施提升巴西古当地区的空气素质 环境部将会使用无人机 时刻监督巴西古当工业区工厂所排放的废料和气体 确保空气污染事件不再发生